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然后先念一遍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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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你们好 你好 老师好 你们好 你好 老师问一下 你好 你好 打个招呼什么时候用呢 说你好的时候呢 比如说朋友之间或者是同龄人之间见面都可以说你好 但是您好的话呢 是对长辈或者说等级比我们高的人一般都会说你好 嗯 嗯 嗯 일반적으로 你好 家伙伴是他的朋友 些可以说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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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常用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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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常用的画 没有算什么 时间还有什么 地点还有什么 没有 常用的画 那好吧 我们互相对话 那怎么好呢 老师这个用我这个 你好 你好 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好 你们好 你好 老师好 你们好 您好 OK 你们好 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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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你们好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你好 你们好,老师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大家好是一样的 같은 뜻이라는 얘기죠大家,大家, 여러분,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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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好 기본적으로는 같은 뜻입니다 继续 本来说 接着直播的 因为我们会一直说的 我们普通是每年会的说的会议 你会议面的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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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明天见 解释了嗎 我們打算用來說話 明記言 我們要握道表過 Bye Bye 是成了文字的 調成文字 這種文字 有文字的文字 所以說明記言 明記言 明記言 拜拜 一件文字 誨解释了 現在文字文字 也不能说 听不懂 yet 也有收本的耳术 听力量是在耳术的耳术 听听听,聽听 听听,聽听 再说 fam 您应该要收看 您应该要收是 再见 啊,您应该要收咱们 啊,您应该要收咱们 这是第一次的等意 找到到 到那边 去找一看 哪里 明天见 我看 明天见 再见 你好, 再见, 或者明天见, 拜拜, 这样的朋友是有的。 在互相见面的时候, 怎么说呢? 互相见面, 打招呼, 就是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是什么时候的用途呢? 是隔了很长时间没有见面, 但是每天都见面的话就是你好。 每天见面的时候, 你好,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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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朋友之间说拜拜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年龄更大一点的长辈可以说再见。 优优之间的经过就会会 fronte的 side was enough option 你 laboratories可以被认过来说话。 好久不见。 就比您店 склад过aya。 在不见儿说什么。 不见一个。 不同的意味那个和闲道。 好久不见你。 明天上头训� Person준是明天遇 rü hon意识成功的同学 跟时同学 同 sens联邦得及不同的感互 等于会以后讨论力之类的一初 дел论How to 215年都在读学 那下一个,我们再一个念一遍吧 你好吗?很好,你呢?我也很好,谢谢,拜拜,拜拜 你好吗?我很好,谢谢,再见,再见 你好吗?你好吗?很好,你呢?我也很好,谢谢,拜拜,拜拜 一段评论多一个字?老师,你问我吧,你好吗?我很好,谢谢,再见 再见,一段评论的,你再来念一下吧,我翻译 你好吗? 잘 지내셨어요?很好, 네, 잘 지냈습니다 你呢? 당신은요?我也很好, 저도 매우 잘 지냈습니다,谢谢, 감사합니다,拜拜, 안녕히 가세요 你好吗? 네, 잘 지내셨어요?我很好, 매우 잘 지냈습니다,谢谢, 감사합니다,再见 안녕히 가세요, 이런 표현이 되겠죠 这个你好吗?和你好怎么差别呢? 你好吗?一般是问句,你好是打招呼,陈述句,你好吗?是希望对方给一个回答 我很好,或者我不好 가장 큰 차이지만, 마가 들어갔으니까,你好吗? 그러면 의문 문의 되겠죠 의문 문의 되니까, 상대방에게 답을 구하는 거고, 일반적으로你好는 그냥 진술 문의라고 하네요, 그죠? 그냥 한 인사만 要是有人跟我说,你好吗?这样说的时候,我可以回答你好吗? 不可以,因为它是一个问句,你好吗?你要回答, 응,很好,或者不好 그래서,你好吗? 라고 물어보면,你好吗? 라고 대답하면, 안 된다는 거죠? 你好吗? 라고 물어보면, 거기에 대한 대답을 해 줘야 되니까,我很好, 저는 매우 좋아요, 저는 매우 잘 지냅니다, 이렇게 대답을 해야 되는 거죠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你好吗?是... 提问 提问 提问,什么人,什么,不管什么人都能用吗?这个 응,这个都可以 你好吗? 就是把你换成您,对长辈,您好吗? 可是初次见面的时候能用吗? 初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句子其实不常用 对啊,有点问题是不是? 对 常见的,或者是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用 同事之间其实也不怎么用 不怎么用 见面就是,你好,很少又说,你好吗?这样子 那什么时候呢? 提问,最近好吗? 就很久没有见面,然后最近好吗? 那你好吗?也是好久时间不见面 对,最近你好吗?你最近好吗? 这个意思 对 그러니까,你好吗?는, 아무를 묻는 표현이 결국은 들어가 있기 때문에 아무를 묻는 표현이 들어가 있기 때문에 처음 만나는 사람에게는 쓰는 걸 적결하지 않고요 조금, 우리가 많이 만났을 때 우리가 많이 만났을 때, 아무를 묻는 표현 对,那跟好久不见有什么差别呢?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好吗? 一个是陈述句,一个是疑问句 但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 好久不见,你好吗? 嗯,最近好吗? 最近好吗? 好久不见,最近好吗?是一个 好久不见,最近好吗?是一个 好吗?是一个人吗?是一个人吗?是一个人吗? 那你好吗?也是差不多 对,但你好吗?很少用 对,但你好吗?很少用 不是特别的 对,真的没有很用 最近好吗?是最近 最近是最近的意思 最近最后是最近好吗? 最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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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吗? 所以,你们的说明说 你好吗? 不太常使用的表情是不太常使用的表情 意思是不太常使用的